看过各种视频或者是线下听过演讲的朋友呢 都会好奇和感叹我的语言风格以及相样的口才 所以说呢就有人问我说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要想利利索索 条理清晰的说话的话 到底怎么样训练才可以 那如果说是纯粹我跟你斗闷子呢 我就会这样回答了 我说你知道为啥我们东北人普遍都比较能说吗 把你弄到东北啊 待上几个冬天 你口才也能这么好 因为我们那边的冬天的实在是太冷了 知道吧 根本就没法出去玩 只能在家里边唠唠嗑啊 吹吹牛啊 对吧 哎你慢慢你的口才你也会变好的 当然了 还有一些同学呢 是真的想了解一些能够练习说话的一些方式方法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有两点要强调一下 第一呢就是要不要脸 第二呢就是要多读书 有的人说张老师 你这说的也太空洞了 这个太笼统了呀 那好 那咱们呢为了提高大家的实战性 我呢给大家推荐一本 能够让你在严谨于口才这个方面 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的书籍 就是咱们这一本叫做完美沟通 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口才变得更好 那不能不说的练习方式就是演讲 有观众的演讲啊 更好 那没有观众的自我练习也一样的重要 既然演讲就得有一个演讲稿 那不管是主题演讲还是记性演讲 只要是有语言表达的都需要一个逻辑大纲 也就是通常咱们说的这个稿子 那么处理演讲稿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结构 比如说这个书当中就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说你要做一个三分钟的记性演讲的话 你觉得有意识把这180秒呢 分成三个部分 开头20秒 结尾10秒 中间主体是150秒 那我一般情况下做考研的演讲也好 还是说做高考的演讲也好 就是一个半小时 那这一个半小时呢 我也就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做自我介绍 让大家熟悉我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环节就会比较轻松幽默 把这个整个气氛就给带起来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演讲的主题 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一场演讲成功与否 有没有价值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升华和总结 你看 这个呢 就叫做结构 做结构的同时 你也一定要注意 各个部分的一个时间比例的分配 切记啊 你不能投重绞情 尤其是给你的时间并不多的情况下 你得快速的进入主题 那么作为一个新手 怎么让大家能够记住你啊 能够喜欢你 那么咱们以后会继续来讲一讲